要怎麼樣能進台大當老師呢 今天有位阿嬤 她就是因為知道好多年輕的學生 端午節沒有粽子可以吃 就在台大當老師 教異鄉油子還有外國學生 到底這個粽子怎麼包 一正一反 那個兩面要一樣 那然後手做好是這樣子 那這樣熬過來 承阿嬤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仔細的講解 生怕學生聽不懂 親自示範包粽技巧 阿嬤先生台大校園 臨時當起包粽教授 這三年內的端午節 好像就可能因為一些事情的關係 就沒有在這天剛好吃到粽子 就剛好課堂上的關係 就想起那股味道 原來是因為今天是端午節 一名越南僑生成育員 一位父母在越南經商 一個人來到台灣讀書 和他同班的陳潔生 知道他許久沒吃到道地肉粽 便邀請他的阿嬤 教大家如何包粽子 決定要讓在外無法返鄉的同學 不只可以吃到台灣肉粽 還邀請外國人一起體驗包粽樂趣 一大堆假期 和食物連結到那堆假期 是非常有趣的 我沒有太強勁了 我需要再練習 我需要再練習 不分國籍大家一起包粽歡度端午 讓異鄉的學子們 也能感受到滿滿的溫暖與美味 端午節快樂 UDN TV 林秉昭 吳欣蘭台北報導